Hello,大家好,我是小猪 发没发现今天咱们的厂房 熟识的赶紧利索敞了一些 没有错啊,就是那个磨盒已经 就是新全顺中轴的磨盒已经发走了 那几个磨盒真的是太占地方了 堆太大了 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啊 估计也是还在改这个 这个台新全顺中轴地顶 座椅之前咱们已经介绍过了 已经安完了 它是不是安在原车的位置上 是往后窜了 看看这边的板已经都嘎出来了 该封的边也已经封上了 看看这个板的颜色多漂亮 跟那个地板格是真的非常的搭配啊 这有点像橘红色 好像跟咱们自己家房车里的 那个散是一样的啊 太漂亮了这个散 显得非常的高档 看看该封的边也都已经封上了 到时候咱们两碗尺算好边 然后全都封面条给它修的板板正正的 然后咱们一组装 比较好 整的非常的快 流水线似的 哗哗 骑的哗啥的 就是现在整那个机器 噪声噪音比较大啊 看看用那个 那个那个 雕刻机整出来的条子 剩的料 都是这么板着 感觉肺的料比较少 咱们的厂房里又恢复了往常的 可以停车 看咱家那个房车已经开回来了 是不是有好多朋友都不知道 咱们房车里是什么样的 咱们去看看吧 看看咱家那就是这个颜色的板子做出来的那个家具效果是什么样的 非常的漂亮 跟咱这车里头是一模一样 没开门 不行打钥匙去 打开车门 看看 看看做出来的效果 怎么样 哇塞 这谁还把那个床板给揉起来了 估计是刚才来网友大坤给展示来着 看看咱们家自己家的房车吧 还有一些零了八岁的小活都没有干 这个是这样的 可以遮挡一下里面的瓶瓶罐罐 罐瓢盆啥的 然后这块咱也是做了一个纱门 纱门也是一个纱窗 看这样一勾 后面蚊虫肯定都进不去了 但是中门现在我还没有想好 没有想到很好的一个办法 先那样吧 待会等我再想一想 打开纱门看看里面就是这样的 这个板子的颜色确实挺不错 挺好看的 有点橘红色 看看阳光照下来更漂亮 有很多朋友都想问 你们用的是不是环保材质 用的什么胶 然后用地板格有没有味 你们板子什么的有没有味道 就是特别在意这些 有没有甲醛超标什么的 反正我们这个房车改完了 得有快 得有大半年了吧 反正就是在太阳这么暴晒 暴晒好多天 老粉丝都知道 咱们这个车已经在 就是咱们附近的那个村委会 已经停了好久了 就是也一直都没有放味 然后今天要开回来之后 我这是第一次把他的那车门打开 没有什么味道 这晒了好长时间了 都有晒了都有大半个月了吧 进来之后没有什么味 你们看我们自己这个房车 是不是比正常床车上面放的板子呀 或者是胶啊 一系列的东西就很多很多 就是整体全都包裹上了 而且旁边包括旁边的那个铁皮呀什么 都用那个内饰板给它包裹住了 没有什么味道 虽然说我们这个车时间长 但是也很少就是通风 我们家自己家也有小孩 所以说我们整的东西 肯定都是环保的 跟大家伙整的都是一样的 这点肯定是可以放心的 一点味道都没有 在村委会晒了半个多月 然后我刚才开门一闻 也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一股热浪 扑面而来 怎么样这个板子很漂亮吧 咱们库里那个心全顺 中轴低顶也要改这个 同样颜色的板子 超级漂亮 这一天来咱们厂房 真是忙忙到到吧 上午真是把那个 心全顺的模式给发走了 还挺好的 这地方就倒出来了 看看这块 我爸又开始组那个 这个车那个棍儿 后面的棍儿 看大坤仔干啥呢 修边呢 修边的时候要屏住呼吸 是不是 不能说话 对 一说话容易手上没有劲 可以啊修的 太漂亮了 怎么样 太漂亮了 而且这个板子和这个封边条 这个颜色搭的简直的 就是我最喜欢的 是一体啊 跟大家是一样的哈 对啊 刚才我给朋友们也看了 这个板子做出来整体是什么样的 也看了一眼 相当的漂亮 这板子吧 之前有一个吉林的大哥 他选的板子也是红木色 但是做完车里面特别晒 车里面这个车里面的灯光本来就暗 车里面一暗嘛 就是在没有采光的情况下 你看着就黑 但这个板子的颜色就不是 这个做完了之后就是发红 对 效果就好 但大家记住不要选特别深 这个应该就是 在这个范围最大值了 基本上属于能选的最深的颜色 对 做完应该是挺漂亮的 不能再深 他之前好像这个色吧 对 是不是 这个是他的板子 对 他原来应该是这个 大家看一下 差不少了 看看 这个是不是稍微发深一点 这个就是发红棕色 那个显得在游戏车里 觉得空间比较小嘛 然后再深一点 就显得那个空间更局促了 咱们新定的这批板呢 这个重量比较轻 这是羊木形的生态板 之前使过这个石木多层板 石木多层板太重了 以后不准备再用了 就是能用这个羊木形的生态板 尽量用它 尽量减重呗 对 他比较吃丁 然后还重量还轻一点 比较好 那真是不错 也是腰板厚的 是不是 这个是十七个厚的 十七个厚的 对 那要是配别的东西 就像螺蛳 或者是这种敷面条 是不是也是 没问题 一样的 对 再薄就不行了 你要十五个厚的 或者是十三十四的 就不行了 现在这样没问题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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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